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黃色經濟圈連續一個星期遭到建制機器的猛烈評擊 但無損市民前往幫襯的熱情 在五一黃金周甚至創下超過一億元的營業額 相反藍店頻頻傳出惡號 最新的一間就是富林集團 他們預期截至今年3月31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將會錄得正規選額超過兩億元 而上年度錄得了盈利大概是2560萬元 即是去年就到蝕 他們有檢討原因究竟為什麼呢 他們說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 2019年6月開始 香港就陷入了社會動盪 市場氣氛疲弱 加上2020年年初爆發疫情 令到皮細家劇所致 好了 到底他們會有什麼措施來控制成本呢 他們就說了 鑑於過去幾個月受累於營商環境 艱困嚴峻 而且未來市況仍然不明朗 他們會持續密切監察市況 並且採取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 例如租金和勞工成本 以盡量減低對集團的負面影響 似乎富林在控制勞工成本方面 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導致有一群富林的長約員工 就跑去其中一家富林的分店 進行示威抗議 到底這群員工有什麼控訴呢 根據他們的指稱 就說富林集團假借放無薪假 實質上是停薪留職 於是他們就向民協和職工盟的屬會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尋求協助 他們一行人去過富林皇宮位於美夫的分店 進行抗議 批評特區政府只懂得 用防疫抗疫基金補貼老闆和大財團 妄顧基層工人的生計 其中一位在富林集團工作了十幾年的人事部經理 就說在2月收到富林的通知 要求他停薪留職 但至今仍然未有復工的日期 在受訪期間 這位員工更加激動落淚 斥責富林集團不近人情 更加被公司踢出WhatsApp群組 他當然是非常悲慘 作為一個打工子女 為何要受到僱主的對待呢 實情根據僱傭條例 就說員工如果是連續性合約受僱 不少於24個月 這個員工已經做了十幾年 一定是夠年期 並且因為裁員而遭到解僱 或者超過兩個星期 不獲僱主分配工作和出薪工 員工就可以向僱主申索遣散費 這班抗議員工很明顯是符合申索遣散費的條件 於是他們便向僱主提出申索 不過根據他們所說 富林人事部一直就遣散費事宜拖延 未有正面回應 而富林發言人亦只是說 隨著本港疫情緩和 限聚令和食肆規限慢慢放寬 集團陸續安排同事復工 不過到底是何時呢 沒有說清楚 長約員工復工無期 不過酒樓打開門口做生意 都需要有人服務 原來這家集團 以低身聘請了一班廉價的臨時工 到底他作為僱主 至於這班長約員工在一個什麼位置呢 其實就是要迫使他們 讓他們自己沒有人 將他們投閒置散 聲稱可以復工 但永遠提供不到一個復工的日期 有些員工迫於無奈之下 他也要找個第二份工作去維生 於是只好向這個集團辭職 便節省這筆遣散費 實情就是要做到這麼肉酸 否則為何要將這班人投閒置散 為何要放無薪假這麼久 員工說放了三個月 無薪假可以放這麼久嗎 勞工處其實也是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 應該馬上介入這個事件進行調查 查一查這個集團 到底他有沒有涉嫌違反僱傭條例 你是不是需要幫助員工 向集團申訴 即是遣散費 已經是沒有工作這麼久了 無薪假放三個月 勞工處也有責任 特區政府也有責任 當你推出這個所謂防疫抗疫基金 說要補貼那些財團的老闆 幫他們去代出糧 其實就是益老闆不益員工 因為你的補貼是落了老闆的袋 而不是落員工的袋 根據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的估計 若然富林集團去申請補貼的話 可以獲發近1.7億元 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那些長弱員工頭閒至省沒有薪金 但同一時間又用低價聘請一班臨時工去營運 到底你這個特區政府搞的資助補貼計劃 是不是跟原意背道而馳 其實你就是要那些集團不要解僱員工 等到員工可以繼續上班 這個才是問題 你叫集團不裁員 那個集團現在跟你說他真的沒有裁員 那個員工只不過是放無薪假 但他另外又請了一班廉價勞工回來 繼續營運他的酒樓 這種做法就完全和你特區政府搞工資補貼計劃的精神是相違背 你給錢的老闆其實就是要補貼他 出錢給那個員工而已 那時候員工就沒有薪金出 就變成特區政府把這個錢補貼的集團去營運 完全是說不過去 你特區政府到底怎樣把關 你特區政府怎樣做審查 你特區政府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尤其是這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還好笑的時候說搞這個計劃就會請多了人 是啊 請多了這班臨時工 不過原本做的那班沒什麼 到底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呢 那時候的廣道牙斬斬 真是離譜了 現在這間集團就說被人洋了出來 但是也很可能是冰山一角 可能有很多集團和公司 他們都是採取類似的手法來對待員工 那你特區政府有沒有想過要著手 堵塞漏洞呢 而且建制派的政黨又去了哪裡呢 真是奇怪了 幫工人的沒理由只有泛民的職工盟 是不是 建制派的工聯會又去了哪裡呢 為什麼默北作聲呢 是不是因為看到 現在這班員工所控訴的是藍店 所以就縮了一塊作聲 假裝看不到這樣 而且在過去一個星期 整個建制機器就猛烈抨擊黃色經濟圈 就指控黃色經濟圈 是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但是人家仍然有很多人去光顧 人家又有聘請員工 又有出足糧 又有交租 又沒有拖租 又沒有拖租 又燈油火納各樣東西 根本上對社會有什麼壞處呢 好了 至於這些藍店 為什麼你又完全假裝看不到 請問這些是否攬炒員工 喂 叫員工投閒至省三個多月 又不出遣散費 又不炒他 是不是等他隱瞞到一個地步 要他自行辭職 來放棄自己的權利呢 是不是想做到這樣 這些是否叫做經濟攬炒 請問這些是否政治攬炒 完全是假裝看不到的 完全是不發聲的 為什麼 因為這當然是藍店 如果是黃店做相同的行為 肯定就會被建制派拿個放大鏡來看 上綱上線大做文章 至於另一間藍店優品 3600又如何 他們發出刑警 預期截至今年3月31日為止 年度股東應佔日利 將會按年減少大約八成 主因就是香港發生了社會運動和疫情的爆發 都是對於集團零售店鋪的正常業務營運 造成了負面影響 跌到八成也算少 因為估計也不僅少 而且優品3660的分店也相當多 這可能跟他們有些店舖不用租金 因為是自治物業有關 省省的租金 其實已經省了很多成本 另外根據報導 美心集團懷疑大財源 有超過一百人收到大信封 這宗消息 根本就是應驗了美心太子女 她之前所說的說話 她說 社會已經失去了整整兩代年輕人 她會放棄這些年輕人 不會再浪費時間跟他們說些什麼 因為他們的腦已經不清楚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即是他們被人洗腦 那時候不是兩代人被你放棄 而是至少有兩代人放棄了美心集團的店舖 都未夠 分分鐘可能他們的家長也不去 因為他們的子女也不去 他沒理由自己去 黃絲如果免得過的話 又不會去 所以真正在搞政治攬炒的 到底是一些什麼人呢? 最好笑的就是葛佩帆大博士 昨天在立法會內大言不慚 就說黃色經濟圈不能代表所有人 黃色經濟圈排擠異己 不如你去斥責一下美心太子女 她說明要放棄兩代年輕人 這不是排擠異己是什麼 這赤裸裸的排擠異己 簡直是連坐法 有些青年人被洗腦 你聲稱是 也不是整代人放棄了她 那時候你說這些話 即是兩代人的生意你都不做了 那怎麼辦? 只是做藍絲長者的生意嗎? 還是怎樣? 你想怎樣? 這些又不見你葛佩帆大博士去駁斥一下 根本上她對於黃色經濟圈的指控 藍店一樣適用 所以這些人真的沒有什麼水平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